58歲好萊塢男星常立大普與小17歲的前妻安伯赫德的世紀官司 在糾纏一個多月後終於落幕 陪診團一致認定常立大普勝訴 最終他將獲得約3億新台幣的賠償 外界普遍認為他律師卡蜜爾是勝訴的關鍵角色 你剪輯了那影片 之前你給TNZ 只會是Mr.Depp會看得到不好 是嗎? 那是可憐 正在中間的婚姻案件 再次你很錯 卡蜜爾的犀利言辭不少網友被圈粉 還有網友喊話 致他代替安伯接眼水星霞2 甚至有網紅將卡蜜爾的臉和名字刺青在身上 表示竟被他的自信和聰明 希望自己也能跟他一樣充滿力量 事實上世紀官司備受全球矚目 法定又直播成為最夯的真人實境秀 宣判的結果甚至有超過200萬人在線上等候 卡蜜爾的論點跟槍有力 多次還把安伯的律師團隊問到啞口無言 還揪出安伯律師質詢時的蚊子錯誤 法定上的表現被稱讚 先前卡蜜爾就曾坦言 這是影響他人生的最重要的官司 如今果然一陣成名 身價水漲船高 網友敲網 希望他能往演藝圈邁進 多謝忍永遠的肉欣 最好不倒